那么下面呢咱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知识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深拷贝 前拷贝 所谓的拷贝 就是复制 深拷贝就是拷的比较多 前拷贝就是拷一定点 这就是深拷贝 前拷贝 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 深拷贝和前拷贝啊 你打个比方就可以了 当我A等于一个列表的时候 我B等于A 我是复制的A指向的东西呢 还是说我把A指向里边的数据 也给它复制了呢 这就现在个问题 你说是不是啊 看到没 看着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iPad3打开 A等于一个列表 1122 B等于A A B 是不是一门一样的数据啊 你只从结果的角度讲了 你是看不出来 A里边存的东西和B里边存的东西 是否是同一个 你是看不出来了 说的这边是同的吗 一起其他语言打个比方 就像我刚所说的 像刚所说的这个C语言 它呢 如果要是你有一个变量 等于一个东西 它真的会找一个变量 把这个值呢 从那里面去 但是咱们的Python有个特点 你所有的复制语言 你所有的复制语言 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应用 我此时这个地方有个列表 里边呢 1122 我有一个A 我仅仅是让A指向这个列表 你说没错了吧 一些其他语言 一些其他语言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真的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A的空间 里边放的11放的22 那么当其他语言当中B等于A的时候呢 他会做一件事情 会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B的空间 里边放上1122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其他语言 像C语言里边 它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就直接的把里边的数据 复制里边拿过去了 但是咱们的Python B等于A 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这儿有了一个变量 叫做B B指向这个东西而已 听懂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Python里边是这种情况 像其他语言 我这个地方呢 画上一个课 Python中 CYT一致Python中 然后呢 这个九个例子 C语言中 C语言中 它真的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当B等于A的时候 当B等于A的时候 能列入意思了吧 那这说的更直白点 我B等于A的时候 并没有复制1122 我仅仅是指向了 没错吧 那么我到底复制的是什么呢 复制的是A指向的这个东西 这个箭条 直白地讲 复制的是引用 能列入意思了吗 我复制的是你的箭头 我也只想到了 好了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 这就是前考贝 当然咱们经常所用的这个复制语句 你就可以理解为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箭头贝 也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深考贝呢 咱们可以简单换一个意思来去理解 换个例子来理解 有一个东西叫做import copy模块 那么我这样做一件事 那么我现在做一件事是什么呢 C等于copy 咱们先验证一下 咱们再去做这个事情 我刚刚说了A等于 把这个我的验证完了之后 咱们再开始 A等于1122 B等于A 我刚刚说做了这个事情了 你看一下 我IDA 我IDB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说第一个 ID能够显示 你括号里边这个变量 所指向的数据的地址 说的直白点 就是你这个东西在哪同一道 把它的地址打出来 打的这个值 你就可以认为是地址 这么说理解了吧 大家通过打印出来的地址一样 能说明了 能佐证了什么 是不是能佐证了AB指向的同一个 对吧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appos copy模块 copy的模块里边有个东西呢 叫做copy 就这样吧 我现在说deep copy deep copy 这个啥意思啊 深考贝 这是不是叫深了吧 我把A放在这 然后我来个C 等于他 那么我IDA 我IDC 对吗 你们发现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是不是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看一下AC 为什么此时的数据还一样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认为 是不是他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给他复制出来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对吗 我怎么验证他真正复制的东西 和我复制的这个 和我想的东西效果是一样的呢 咱们怎么到什么 看着啊 A.append 然后我加一个值 33 A变了 费呢 费是不是没变 大家通过这个地方能说明了什么 我真正的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给他考了呀 那么在这个地方 让他把Deep copy在Python里边 他能完成的特点 真正的新拷贝 真正的新拷贝用Deep copy 好了 那么这个特点来 咱们接个图 那这个特点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 11 有一个22 然后我有个变量 叫做A 叫做A A 现在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哥们 A指向了这个哥们 那么我接下来我通过C等于Copy.Deep copyA 我接下来得到的一件效果是 通过这个值 咱能区分出来 此时的A和C 它并不止像同一个 没错吧 那么也算了 这个时候呢 应该有一个新的列表 1122 那么接下来 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谁 C 是不是C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东西啊 当我接下来再去给A添加个东西的时候 A 这里边多了个33 我接下来打印的时候 确实A多了一个 但是C没多 请问 是不是正好你把这个事情 是不是给的验证了吧 也就是说 你仅仅是复制了那个箭筹了 咱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什么了 钱拷贝 如果你连把箭筹里边的东西 也一块给它复制了 那么咱们就认为这是什么了 深拷贝 能理解整体的意思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深和潜的一个简单概念的理解 那么深拷贝里边 说的直白者的同学吧 它会牵扯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比如说 比如说除了这个copy里边的deep copy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copy模块 就是copy里边还有一个叫copy的 咱们刚不是说了个deep copy吗 还有一个叫做copy的 那么它呢 也能完成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 咱们先简单约定 规定一下这个概念 当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值的时候 这百分之百就是咱们所说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变量指向了一个地方吧 咱们就把这种方式呢 咱就称之为引用 直接去复制 注意了 咱们就简单约定一下的 当一个变量等于这个xxx的时候 约定为 这是指向了这个xxx 听懂我意思了吧 比如说a等于列表 今天咱们该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a指向了个 a这个变量指向了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是不是有11 是不是也有22呀 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接下来咱们抛出这个概念之后 咱们单独来研究一下copy里边的copy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特点的同学 这个它能够完成 完成前拷贝 前前前拷贝 它能够完成前拷贝的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 能够完成深拷贝 深拷贝 是哪一个呢 copy copy模块里边有个东西叫大 deep copy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咱们把一个变量等一个东西的 这种方式 咱们先约定为指向 那么剩下的咱们再单独去研究 前拷贝和深拷贝 那么列表意思了 一个呢是copy 一个呢是deep copy 这两个呢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咱就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好的嘛 我呢接下来有个点啊 我呢接下来有个点 我接下来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A等于一个列表 1122 B等于一个列表 3344 怎么解析这两个意思 A指向一个列表 B指向一个列表 没错了吧 好了 好了我接下来个列表 C等于A 对号B 这是啥意思呢 好了 来先说一下 此时 这个意味着什么意思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列表 11 有个22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列表 里边有33 有44 谁去指向他们呢 A指向这个 然后B 指向这个 你接下来还有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 它谁指向呢 P 指向这个列表 它里边分别有两个元素 分别是A和B 没错吧 请问 请问我把A放在这 意味着什么 是否是把这个东西 放到了这呢 那是什么 引用 没错 指向他 指向他 听问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指向他 指向他 好了 请问同学 现在这个C的这个列表 现在能理解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D等于C 来先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D等于C D等于C怎么理解 就是把这个D等于C再加 这句话应该 这个图应该怎么画 这个图应该怎么画 是不是也就是说D 是不是指向这个东西 能够理解释了吗 D指向他 咱们说了 这种方式呢 咱们就说了什么 指向 咱们就把它理解为指向 咱也别说他拷贝了 说拷贝的时候 有可能就混在一起乱了 你听我的 没错 当一个变量等一个值的时候 咱们别说他拷贝 也别说他什么声音拷贝 也别说是千拷贝 就说一个变量指向了另一个地方 听清楚了吧 这种方式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好了 D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要继续往上做 接下来我要继续往上做 那么D等于他 这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那么我现在来个东西 叫做E 等于COPY模块里边的COPY 那么此时COPY完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 你是你 你会怎么验证 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咱们 其实呢 我把这个东西我拿过来覆盖 拿过来覆盖 覆盖在这吧 好了 咱就接着 把这个当作一个图 就往上画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咱们想想会是出现个什么结果 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第一个 E 指向它 你觉得可能出现吗 说不定 你咋知道的呢 E等于它 也说不定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好了 那么想要验证 是不是这个 怎么做 只要IDC IDE 请问这样呢 只要他们两个结果不一样 就能验证 请问是吧 来看一下 来 ID IDC IDE 好了 请问他们 不一样吗 不一样说明了什么 不一样说明了是不是指向 不一样是说明了指向吗 不一样是不是说明了 我把这个列表里面东西 考译了 看清楚了 他俩结果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就是E 如果是指向他的话 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现在不一样说明说 没指向他呀 那么现在E就指向一个新的列表 那指向这个新的列表有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 第一种 看清楚了啊 可能出现的情况第一种 他 可能是第一种 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一 指向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里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上面的1122 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也给他干过来了呀 没错吗 想想啊 我要回你了 你说了D等于C 是D指向C 你说了E等于COPY的COPYC 你不是说了C和D C和D的结果不一样 是不是也意味着E 是不是重新指向了一个新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里边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我指向的原来的 第二种方式 我干脆把你原来指向的11222和3344 是不是干脆也考了吧 那么请问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出现第二种方式 他指向这个 他指向这个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出现了两种方案 也就是说 可能会出现这种 也可能会出现这种 你说没错吧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 同学们 假如说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你 你觉得你就该怎么验证 打什么ID 打1的ID 打1的ID你打过了 没用了 同学们 你感觉这样 咱们假如说是第一种 假如说是第一种的话 那么请问 是否也就是说 我打印一下C0 他的地址 应该是E0的地址 应该是不是一样 没错吗 F是列表 里边分0和1 E是列表 里边也分0和1 如果你F0打出来的地址 和E0打出来的地址 如果相同 请问是不是指向的 上面那个 如果打印出来是不同 请问是不是就说明了 是不是E 指向的一个新的列表 是吧 不就通过打印 可以来说明这个道理了吗 来 怎么样 注意了 接下来我就验证一下 ID C0 ID D 不是叫什么了 ABCD E E0 6476 6476 最后几位 说明了什么 是不是一样的 来 再正确的验证一下 然后我A点 55 C应该变了 100% C的变 那E变不变了 不就验证了吗 走 结论同学们变了吗 那么此时的这个答案 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 这两个答案最后的结论 是不是应该是 第一个了吧 应该是第一个 那么最终这个地方 如果 就看这个图 如果你要是用的 Copy模块里边的Copy 这个功能来拷贝的这个哥们 它实际上有个特点 有个规律 是干什么的 只拷贝最上面这一场 听懂了是 只拷贝最上面这一场 什么意思 你让我拷谁 你让我拷E 没问题 我就把E拷出来 我仅仅是把E里边 所有的东西拷出来 听懂了吗 E里边指向的数据不拷 仅仅是拷E 仅仅是拷C里边的东西 把C里边的东西全拷出来 我让E去指向新的 听不清楚同学 确实啊 Copy里边的这个Copy的功能 它真正的完成的功能就是前拷贝 这就叫做前拷贝 那么最后 咱们最终验证的是上面这个 这个不对 这是咱们刚刚所验证的结论 来 接下来呢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你体会一下我刚刚所示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呢 在你的Python 在乌版图里边用Python去查看一下 特色一下 在乌版图里边的一个 дан链上的